早晨五点,我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,她哭着跟我说,我爸爸外面有人了,说她不活了,要去跳河。我一机灵,边安慰她边穿好衣服去找她,生怕她做出什么傻事,因为我妈极度恋爱恼。 她跟我爸这些年,我是看出来了,我爸一天到晚的使唤她,她还当着是因为她不工作,应该的,甚至跟她动手她都忍着,不说一个字,但我知道她总在深夜偷偷抹泪。 当时我年纪小,每次吵架她都让我回屋里,其实我都听得见,在大典我跟她提,要不你俩离婚吧。 她就骂我,说离了婚你怎么办,没了家的孩子,就没有避风港了,妈妈这样都是为了你。 其实我想说,真不用为了牵就孩子而毁了自己。 高考结束,我又一次提了让他俩离婚,我说,我已经长大了。 不用考虑我了,她却磕巴了,说她不想离,说爸爸是有苦衷的,她只是太累了,需要自己的空间。 说,她不希望看见我以后成家生了孩子,没有家回。 我那一刻的确是愣住了,转而我却发现,不是我拴住了她,也不是我爸,而是她自己所谓的大度与牺牲。 我默不作声,觉得她没救了。 本想抱志愿到其他省份,但最后还是改成了本事。 因为,我真的放心不下她。 我急匆匆地下楼,打了个滴滴直奔我家。 不算远,也就半小时就能到了。 我前脚刚上车,后脚我妈又来电话了。 音音啊,你不用回来,你爸爸跟我说了,那是她蒙兄弟家的姑娘,是我看错了。 我深吸一口气,沉默了片刻。 妈,我在回去的路上了,今天周六,回家陪陪你。 她多闹了几句说,要以学业为重。 她在家挺好的,又问我中午想不想吃海鲜,她现在去买。 我音声,她乐呵呵地挂了电话。 她也挂念我,我是知道的。 我家住在小县城里,其实我爸在市区也买了房子,但我妈说她住惯了,不想动了,而且街坊邻居都挺好的。 她一个人在家,有个事也能找到人帮。 我爸这几年在市里开了公司,收入非常可观,不回家一个月也能给我妈打五万,连带我的生活费也是升了又升。 我曾告诉她,我一个女孩子用不了这么多。 她却说,你懂个屁,你们女大学生钱不够花,最爱让人拿钱忽悠住。 我点点头,心想花不了我就攒着。 以后你俩离了,都给我妈。 连带着这两年我妈传的,也有不少了。 一路顺风,我到了小区楼下。 正好碰见我妈拎着菜回来。 我抬手去煎,她连忙说不用,马上到家了。 我没坚持,她总是喜欢一个人扛下所有。 音音,最近学生会忙吗?学习忙吗? 变天了,要加衣服啊,要不一会儿我们去买衣服吧。 她在厨房炒着菜,是我最爱的糖醋大虾。 我被问的谎神,她似乎一直在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, 更或者说,她天生如此,这样的温柔。 但我倒想她是个恶人,别掏心掏肺地对所有人好。 知道了吗?下午有活动,回来我们再去吧。 她盛了菜,放到了我面前。 好,都听你的。 音音快吃,你最爱的口味。 她加了一块红烧肉,放在我碗里。 我送到了嘴边,停了快。 她爱吃什么呢? 我脑海中捕捉了好久,似乎爸爸回来便做她喜欢的。 我回来就朝我爱吃的,但却从没听过她说,她爱吃什么。 妈,你有自己喜欢吃的吗? 她被我问愣了,摸了摸鼻子说,我喜欢什么,她就喜欢什么, 毕竟我是她生的,口味差不多。 我拔了口米饭,没作声。 她又说谎了,她根本没最爱的,或者说这一辈子都为别人活了。 下午,新上任的副会长又给我们来了次紧急突击。 我们班正在团建,接到通知,我也只能去了。 摄友们叫我别这么累,我告诉他们,我最多在做完这个学期,一定退会。 因为,赌心的人又多了一个。 一众人到齐了,副会长前辈踩着他那小细根扭了过来,报了一堆文件书,后面跟着我们会长陈飞宇。 他将文件扔了一桌,暴凶邪逆我们。 一阵寂静,只剩文件滑落的声音。 老部员磕磕巴巴地问他,贝姐怎么了? 他哼哧几声,说我们这次活动策划做得很是垃圾,连他这关都过不了,还想学校同意。 然后一个个拎出来,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。 轮到我时,我抬眼望了望陈飞宇,他像笑灭虎一样站在前辈后面,示意我都听他的。 我在心中冷笑,当时追我时,都没舍得一上来就给我个副会长当当,现在这才刚认识几天就搞上了,还给人抬了这么高的位置。 幸好,没答应这个渣男。 前辈抬着头看我,他比我要矮伤不少,但化着浓妆,烫了个大波浪,穿着低胸裙,我这个角度都能看到他故意露出的事业线,更别说那些男人了。 怪不得,刚才男部人都低着头看他,你这海豹做得跟主题鱼唇不对马嘴,回去重做,做上一百份。 呦。 开口就这么很估计是想好好整整我这个他自以为是新男朋友的前任。 不好意思,做不了,如果你质疑我的水平,那你可以另请高就,没必要贬低我,要不你来。 他显然没料想我能直接回对他,气鼓鼓地想往我脸上招呼。 我自然不能让他打了脸,一把捏住他的小戏胳膊,给他推了出去。 看来这学生会我是待不下去了,陈会长,我退会。 说完,我拎起我的小包,告诉我宣传部手下的学弟学妹们好好干,大摇大摆的就走了。 这期间,陈飞宇甚至都没看我,但前辈却一直叫嚣,要我好看,让我等着瞧吧。 亲,我鸟都不想鸟他,从他上任后,这个学生会早变得乌烟瘴气,如今都想动手了,我实在是没待下去的必要了。 宣传部一看我走了,也陆陆续续地跟了几个人上来一起离开了。 我心中怅然,说,有你们真好,本以为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。 却没想到凌晨陈飞宇给我发微信说,前辈被我气晕了,现在人在医院,要我道歉,还要我去看他。 要不就让我等着瞧。 我气到没了睡意,骂了句,活该。 将他拉黑,吸了屏幕,真是错看他了,还以为他也是个正直的人,没想到也能被女人迷得神魂颠倒。 第二天我醒得格外早,脑袋还昏昏的,结果摄友就拉着我问, 音音,你是不是破坏人感情了? 哈? 我被激醒了盹。 摄友可能觉得他问得太突然了,拨弄了几下手机,递到了我手上。 只见学校论坛最新一条,学生会宣传部长,插足计算机细花感情。 细花被气到了医院,真是小刀拉了牛屁股,开了眼了。 别说插足感情了,那根本就是连感情都没有好吧。 我将手机递了过去,说了句,假的。 洗漱穿戴好,就出了门。 我能感觉出路上有人在看我,拿着手机把我和什么对比着。 于是我走进学校的小巷子里,拨通了陈飞雨的电话。 没出三鸟,对方就接通了。 陈飞雨,让你那小女朋友老实点,赶紧把帖子删了,要不我就去找导员了,到时候都不好看。 我也没跟她废话,直接看能见山地说。 那边沉默片刻,随即传来一串女人的倾笑。 是前辈,何音音,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样羞辱我,怎么的,我背后有人,你找了导员,也是你的错,倒不如鬼医院来跟我赔礼道歉,兴许我还能删了帖子。 好一个无冤无仇自从她当上这个副会长,每天不是叫我做这个就是做那个。 都大二了,还做那些大义新生干的事,每期宁约,熟能生巧,让我多练练。 其实我早就知道她耍的那些把戏。 是吗? 我可真害怕呀,可据我所知,你家是住在乡下吧,你这一身牌子又有几个真的。 这一下可触碰了她的逆鳞,放了句狠话,要我等被退学吧。 啪的一声挂了电话,我呵呵一笑,想看她玩出什么花招。 转了身就去找导员,给她讲了经过,她也替我鸣不平,立马联系了科技部,删除了帖子。 她又是书记,马上锁定了前辈和陈飞宇联系方式,说给他俩去电话,让我先回去,别太担心。 我自然不会担心,但心情也被影响了大半,跟她请了假,想回去陪陪我吗? 她也理解也不多问,直接给我了一周假,要我好好放松放松。 我回到宿舍,简单地跟设友们说了情况,随便收拾了下,就离了去。 看了看表,原来此刻才刚十点多,正好能赶上上午最后一班公交。 我没给我妈打电话,准备给她一个惊喜,可到了小区,刚想上楼,刘叔就喊住了我。 是音音回来了呀,刚想跟你打电话。 是啊刘叔,这腰巧,找我有什么事吗? 我展开笑脸,闷厚道,她点点头,又说,是来看你妈的吧? 哎,她昨天摔了一跤,还挺严重,坚持不去医院,今天早晨,你沈不放心,又去看她。 结果她高热晕了过去,打了120却是医院了,你沈子跟去了,她可能还没醒,我这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 我脑子冬了一声,我妈摔倒了。 顾不得跟刘叔热络,立马打了个车,在那焦急地等,急得我眼泪在矿里打转。 我有时候真的讨厌我妈,就爱瞎逞能,不舒服就憋着,以为自己是铁罗汉,睡一觉就好了。 刘叔在那安慰我,一直说没事,发现得及时不会有事的,再说,沈子在那呢,有事早就来电话了。 我拼命点头,泪水还是大磕滚落。 终于等到了车,刘叔给我关了车门,让我别哭了,说你妈现在就靠你了。 可我止不住,司机见我哭得厉害,给我递了包纸,也在安慰我,可惜作用微乎甚微。 终于快到医院时,我这才算是停住了。 下了车,我火速跑进住院部,我妈电话打来了。 妈,你没事了吧,我焦急地询问。 是我,你刘婶,你现在在三楼,你妈还在手术室呢? 我三步病两步走。 快地上了楼,终于瞧见了刘婶以及手术中三个大字。 来了茵茵,你别急,你妈才三十多,身体好着呢。 大夫说了,手术成功机率很大,术后好好养着是没问题。 她牵着我的手,带我坐下。 我这才冷静下来。 茵茵,还有个是婶子多句嘴,你妈昨天摔倒之前,貌似跟谁讲电话,听声音倒像是个小姑娘,说得还挺慢,反正有点像三,你懂吗? 我突然僵住了,可是我妈说那不是我爸兄弟家的姑娘吗? 难道她被骗了? 刘婶,我疼得一下站了起来。 我想起个事,麻烦您在这等会我妈,我给我爸去个电话。 她捏了捏我的手,让我放心去。 我掏出手机,给我爸打了过去。 电话接通,我二话不说,叫她来医院。 她推三阻四。 说给我打两万块钱,叫我找人好好照看我妈。 我气得吼她。 和红,你管好你那小三。 我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,我把你俩都送橘子。 我亮了电话,去给我妈交钱办了住院。 下午四点,我爸来了,他穿着西装,露出滚圆的肚子,脖子上挂着金链子,活脱脱爆发护药。 拎了一堆礼盒,放在地上,看了看我妈没啥事,转身把我喊了出去,从皮带里掏出一袋子红票。 音音啊,爸爸错了,你好好读书,就别管我们的事了。 我甩开她的钱,没好气说。 我叫你一声吧,这个家还没散吧,就算你想养人,那也别叫她去我妈面前蹦搭,有下次我一定提到砍她。 她正正地站在原地,转而又换上一副严肃的嘴脸。 你是我闺女,怎么跟你老子讲话呢? 我扭头就回了病房,把她关在了门外。 可中午下楼买饭,我看见了个熟悉的人影,正在跟我爸站在花园搂搂抱抱。 女人一头卷发,穿了紧身收腰裙,有一下没一下地摸我爸的脸,看清她的面庞后,我呆置住了。 居然是前辈,我本想上前把她按地上摩擦,可我脑海里有了个更好的主意。 我一下子被气炸了毛,掏出我的手机,放大到她脸上,就是一顿狂拍,给她俩丑恶的嘴脸都拍了下来。 还单独拍了几张前辈那一脸娇羞,躺在我爸怀里的。 我咬着牙,一脸的怒气,却还是离开了。 我必须说服我妈,跟这个男人离婚,否则只会被伤害得越来越深。 傍晚回到家,我登上了学校论坛,只见第一条还挂着我了。 我无语了,看来这导员也是见钱眼开的人。 根本就没点诚信。 那好啊,你不仁别怪我不义。 我立马逆逆编辑了个帖子。 惊! 计算机笑花钱某疑似被包养,躺在爆发户怀里百妹千交集了。 然后,将她那几张含情默默的表情照片放大了,传了上去。 没出一会儿,就有不少人开始吃瓜了。 卧槽,劲爆,冬个后续。 她不是跟陈飞宇在谈恋爱吗? 前几天还看她俩去了校外大酒店呢? 嘶哈,绿了绿了,哈哈哈哈格。 不是吧,她说她家开矿场的呀,不缺钱了,难道她好这一口? 我就这样看的那一条条评论刷新,心中畅快许多。 不论是以其人之道,还至其人之身,还是以恶之恶。 虽说暴力了些,可的确管用得很。 发帖没半个小时,陈飞宇电话就过来了。 我按了三次拒绝,才接。 何音音,你最好赶紧给我删了。 要不然我去告你,好家伙一上来就威胁我,真是维护他家女神,只是可惜了。 好啊,那你快去告我呀。 陈会长,到时候顶着一天大草原为你家宝贝打官司, 然后人家嫌你穷,转头跟了有钱人,嘖嘖嘖,还不去,还在等什么呢? 三言两语就叫他认清了现实,似是平复了心情,开口问。 你想怎么样? 我扎扎舌,翘起二郎腿。 陈会长,做个交易吧,这样三心二意的女人,你觉得值得吗? 别回来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呢。 他沉默片刻,警惕地问道。 你想怎么样?做什么交易? 我笑着说,明天最后一节课后,面谈。 第二天,学校论坛被挤爆了,一个个都在等着前辈出来解释。 可有人说,他昨天出了校门,再也没回来,肯定是跟那爆发户快活着呢。 刚想给刘沈打电话,问问我妈情况。 我爸就来电话了。 音音啊,爸爸错了,爸爸想跟你好好说说。 我轻哼一声,估计是来给前辈求情的。 爸,说什么呀?怎么了这是? 他叫我出来面谈,我答应了。 可我万万没想到,他居然带了前辈。 带着小三光明正大件原配闺女的,他真是千古第一人了。 我喊了服务员,什么贵点什么,顺便还告诉他,打包一份圆模圆样的给医院的我妈。 账,系在这位小姐身上。 我用手指了指前辈,擦了擦嘴。 他突然一拍桌子,站了起来,就要撕我头发。 我立马拿筷子打了他的手,他被我爸也按住了。 钱小姐这是干嘛呀?你花了我家多少钱啊? 我就让你请顿饭吃怎么了? 你无耻。 好家伙,说我无耻,真会颠倒是非。 啊,对对对,我无耻,可我不会去破坏人家家庭,当小三。 后三个字,我咬得很重,竟显侮辱意思。 他又想抓我,让我爸吼了一嗓子,也只能憋屈着。 服务员都看呆了,我摆了摆手,冲他一笑。 抱歉啊,看笑话了,上菜吧。 门被关上,我爸吐了口气,这才开口。 或,原来他也怕丢人。 那个音音啊,你先把你们论坛那个删了,有不少人已经怀疑到我身上了,对公司不好。 我不吃笑了,装作无辜的样子。 爸呀,你在说什么呀?论坛上有啥呀?我不知道啊。 前辈又气地站了起来,过来想打我。 我真的要气笑了,因为他现在真像个河豚。 他还没碰上我,我就给了他一嘴巴。 打得他直接朝桌子撞去,脑袋上磕了个大包,坐那开始哭。 哎呦,何音音,你做什么? 我爸立马去扶他,他撒泼打滚,怎么都不啃起来,嘴上说着,让我不得好死,要告我。 前辈,你让我妈摔跤诸文院,就这一点,我就可以让你进橘子蹲着。 算了,我看今天也说不了什么了。 何红,管好你这小三,我妈在出事,我可就不是威胁了。 我拎着包出了门,给前台一张地址纸条,告诉他把刚做好的菜都给我打包送到这儿。 然后我出门打了滴滴,就去了这里。 内心竟有点忐忑,主要是他是刚留学回来我一高中同学,当时还跟他闹了非文来着。 昨天,微信突然蹦出一条好友申请,直接被我愧意都下磨了。 因为那个申请消息写的居然是,音音,我能帮你。 我手都哆嗦了,脑子里面思绪翻涌,也没猜出他是谁。 只能硬头皮点了,添加。 你是谁?我疑惑地问。 对方几乎是秒回。 陈一线。 惊,这不是我高中那个非文男友。 你说的那是什么意思? 他没回我,只是反手给了我个地址,问我明天有没有空过来一趟,去叙旧。 我本不想去,但他貌似知道很多,我也就给答应了。 这是别墅区,我一直知道他家有钱,没想到这么有钱。 按了门铃,他给我开了门。 时隔多年不见,他还是那个义气少年的模样。 嗨,好久不见我打了招呼,他将我带了进来,给我了双拖鞋。 刚才有个棋手,送了好多菜来,我想应该是你吧。 我看着那一桌子饭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没想到,他们比我还早一步到了,一点心意。 他拿了碗筷,那就边吃边聊。 我点头,他绅士地拉了凳子,请我入座。 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? 还用为什么帮我? 我单刀直入,破开话题。 他递给我筷子的手还悬在半空,看我没接,直接放在了盘子上。 音音,我刚从美国回来,现在在律师事务所工作,已经成为了一级律师,如果你有需要,随时找我。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,是他的。 我犹豫片刻接了过来。 达菲所问,也是律师最喜欢做的。 他笑了,给我夹菜。 这是陈飞宇告诉我的,他是我表弟,问我怎么让一个小三身贷名裂。 他在跟我说的时候,出现了你的名字。 追问之下,这才知道的。 不是故意调查你的。 我点点头,示意他回答我第二个问题。 至于为什么帮你,大约是愧疚吧? 愧疚? 我不解,他似乎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。 音音,高中那件事,其实因我而起,本想找你解释的。 但后来我出国了,也就联系不上你了,加你的方式是沉飞与飞的。 我皱着眉头,吃到嘴里的菜都不香了,怎么就因你而起了? 他又给我夹了个丸子。 那天兄弟过生日,喝多了,问我喜欢谁,我说了。 手上的筷子顿了顿,抬头看他,此刻他的眼神被愧疚和不知道是什么的神情填满。 都过去了,没事啊。 我擦了擦嘴,对他站开笑颜。 他也没再说什么,给我又是盛汤,又是挑鱼刺的。 饭桌上的气氛也算是缓和了。 对了,陈毅宪,你能给我你一份徽协议吗? 没问题,是叔叔爱意的吧,明天给你送过去。 我本想转钱给他,他却拒绝了,说以后请他吃饭就行, 我没跟他拉扯,也就答应了。 傍晚,也到了我跟陈飞宇说的时间了。 其实他这么做了这么一出,明显已经跟我统一了战线。 昨天我也叮嘱过他,暂且别跟前辈闹翻脸, 以前怎么对他还怎么对他,让他觉得陈飞宇还是冤大头,还是爱他的。 我在学校附近咖啡厅找了个角落坐下,等着陈飞宇过来。 他此刻活脱脱邀功的狗一样,一上来就说,他给我介绍的律师很厉害的,要是告起来,肯定给前辈告的内裤不胜。 我一个劲憋着笑,不想毁了我在他面前树立的高冷人设。 那个音音姐,接下来你想要我做什么? 真不错。 这小子有觉悟都喊我姐了,我喝了口咖啡,叫他维持现状。 眼下,他该有动作了,果不出所料,晚上到家,学校论坛我发的帖子跟那个说我的帖子一起都没了。 看来是我爸弄的,他怕跟他竞争的老董们抓他把柄,让他公司民生扫地。 不过无所谓,因为好多人保存了照片,此刻正在个大小网站上发,流量也不小,根本也用不着我在动手了。 给照看我妈的保姆去了个电话,他说,我妈已经醒了,就是还是太虚弱,每天醒的时候少。 我料了电话,想着等离婚协议你定好,我就过去找我妈,跟她讲清楚,让她签字。 本想叔父睡一觉,毕竟忙前忙后,这几天也没好好休息,可前辈这个煞笔却来了电话。 我不想接,但他一直打,只能没好气地接通了。 妖大闺女,我马上就成为你小妈了,你爸爸说取我。 呵呵是吗,那我是不是要恭喜恭喜你啊,毕竟你这种做机的,谁都能瞒。 他忽然笑了,亲,到时候我进了门,你给我等着。 他以为这是封建王朝吗,还整这一出,真可笑。 但的确,他脑子就是这样,把一个妒女小妾形象,演绎得是淋漓尽致。 我打开微信,找到陈毅县的聊天窗口。 在吗,能给我在你一个断绝妇女关系的协议书吗? 对方很快回了。 没问题,记得请我吃饭,哈哈。 我知道他这样说是为什么,他怕我给他钱。 不过这样也好,我的确感谢他。 第二天下午,给保姆阿姨打了个电话,他说我妈醒了,我就去找陈毅县拿了协议书,然后去医院看我妈,想跟她先说点。 让他慢慢接受,结果,我却看到了,前辈挽着我爸的手,正要开我妈病房门。 我直接急了,怒吼一声,你他妈想干嘛? 三步并坐两步走,上去就把和红跟前辈推倒在地。 我都惊了,我居然有这么大的力气。 和红骂骂咧咧的被前辈缠了起来,大肚子压得他都喘不上气,真是要多滑稽有多滑稽。 和音音,你翻了天了,这可是你爸爸,我可是你后妈。 真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怎么想的。 我上去给他一个大嘴巴,叫他闭嘴。 这还轮不到你插手,你俩还没结婚了。 你现在还是小三。 就算结了,你也叫小三上位,不要脸。 我双目通红,护着门把手,死死地盯着他俩。 医护人员此刻也都过来了,叫我们别吵了。 这是医院,要安静。 我抹了把眼泪。 指着他俩叫医生把他俩轰走,这女的是小三,专门来气我妈的。 人们也都明白,只能将他俩请走了。 我此刻精神恍惚,果然,我妈就是我最后的底线,谁碰我都能弄死谁。 知道今天也输不了了,我转头下了楼,鬼使神差地给陈一线打了电话。 陈一线,我好冷。 他问了我地址,不到半小时就过来了,把我带到了他家。 我嘴里一直嘟囔我冷,脸颊像火烧一样。 音音,你好像发烧了。 我听见这最后一句话后,我就断片了。 再一次醒来,我发现我正躺在人家里,而且这都睡到了将近中午十一点了。 我这是在人家过夜了。 我头疼欲裂地坐了起来,想下床走人。 你别动,才刚退伤,身子虚,再躺会吧。 他过来扶我,我摇头说不用。 然后我手机就响了是照顾我妈的保姆阿姨,她说我妈想见我。 我二话不说下了床,穿好衣服就要走。 我送你,正好,有什么不懂的,我也可以给你们解答一下。 我现在头还是昏昏的,知道这是最快的方法,就答应了。 我打开门,见到我妈的那一刻,委屈就涌上了心头。 小跑过去,把她抱在怀里,一个劲哭。 她抱着我摇摇摇,拍着我说不哭不哭。 我抽打了好久,这才止住。 妈,你那天吓死我了。 她也自嘲地笑了,叹了口气,把我从怀里拉开,看着我说。 音音啊,鬼门关里走了这么一遭,我也想开了,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 我由衷地开心,笑得格外灿烂。 想开了就好,想开了就好,以后我养你。 她把我泪水抹掉,点头说好。 温情了好久,我也算是缓过来了,掏出了那两份文件,跟她都说了个清楚。 离婚,我可以离,只是音音啊,这份断绝书是为什么呀? 她是你爸,以后你毕业可以去她公司,她能在事业上帮你的。 事到如今,她还是将我放在第一思考位置。 妈,没必要了,我自己能行,你就好好养着别操心这件事了。 她拧不过我,也只能答应了。 陈一线站在门口,我妈这才注意到。 我给她介绍了,陈一线叫她看协议书有什么问题,她也能解答。 一切都弄明白了,我就送她走了。 音音啊,她是你男朋友。 我关门时,脚下一个猎倩,连忙给她倒水喝,叫她别瞎说。 妈,没什么事,我先回去吧,回去还有些事要处理。 于是,我落荒而逃了。 我妈出院过了两个星期,我把和红约了出来,她果然又带着前辈来了。 前辈满脸的幸福,都要溢出来了。 上来就讽刺我妈,说她人老猪黄,留不住人。 不过,我妈经过这么一遭,也懒得理她,愿由她畅读脚戏。 我拿出了离婚协议书,她二人爽快地签了字后,又去民政局办了离婚证。 而我也彻底跟和红断了关系。 我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,带着我妈快点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 甚至连前辈以前怎么对我,怎么对我妈的过往也不想再追究了。 毕竟她俩人在一块,恶人自有恶人魔,未来的路还长着呢。 事情告一段落之后,陈一线跟我表白了,我没答应,总觉得婚姻也许带来的伤痛更多一些吧。 她说她愿意等,我也没多说什么,妙是没心。 说什么也无用,前辈在学校待不下去了,现在又有大老板养着,毅然决然地辍学了。 怎么看,怎么是个蠢笨的? 单靠男人,怎么可能靠得住,需要自身强大才行? 果不其然,我毕业那年,和红公司倒闭了,听说前辈卷了钱跑去了美国,半路却让黑车劫了,但听到我耳朵里,也就算个笑话一样,笑着带过了。